欢迎来到安妞韩国通 我们第八集的节目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南韩的疫情越来越严重了 而且整个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南北韩竟然都发射了导弹 而金正恩真的消失了吗 竟然有12个替身 哪一个是真的 还是他们的政权 被朝鲜已经政权改了呢 今天呢我们先来讲第一趴 安妞韩国通 我们全程直播收看的话呢 都会抽韩国美食 所以请大家 3%的内容呢 大家都一定要仔细的听 听到最后呢 就会有机会抽到韩国的美食 好 我们要先来讲一下 这个刚刚有提到 这个韩国的疫情 是越来越严重了 怎么说呢 韩国确诊的人数 再破2000例 在这个近一周啊 你知道吗 已经变种的这个变种 这一个礼拜变种的这个租啊 病例已经 Delta就占了99.2 你知道吗 99.2是多少 Delta的这个变种租 占了一周 一个星期 这一周 99.2 好 南韩从这个9月初开始 这个Delta的这个病例 已经超过99%了 台湾现在是才开始啊 我们希望我们能控制住 突破这个感染 都是在什么样的年龄层呢 在30岁左右 最严重 另外呢 你可以看到 南韩的确诊 一再破2000例哦 一直在上升当中 另外 这一周 我刚好提到了 99.2%都是Delta病毒 其实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 而且现在更可怕的是 南韩有四个主流的变种租 除了原本的我们的Delta Alpha Beta跟Gamma的病例 共3455例之外呢 其中Delta变种病毒的这个个案呢 是到刚刚我提到的 99.2例呢 总共有3427例 当地呢 本土病例中呢 累积有7人感染了什么呢 Delta Plus病毒 真的是蛮可怕的 而且重点是不减反征 这个Delta病毒不减反征 南韩新冠呢 到目前为止 累积 现在一直上升攀升 前几个礼拜 有稍微下降一点点 到2000例以下 不过现在又上来了 累积有281938例 到昨天9月17号为止呢 南韩新增了2008例的这个新冠确诊病例 并没有减缓哦 而且是28万左右的案例哦 另外呢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昨天有提到了 中秋节廉假 有没有中秋节廉假 其实跟我们台湾一样 大家好像很担心这个台北人啊 要到中南部去 新北有Delta病毒什么之类的 他们现在呢 中秋人假一定要回乡 因为他们就是最大的日子去 昨天我们有讲到 如果你有看这一 昨天的那一集 塞车塞成这样子 这个人流 人口这个大量的流动 这个疫情 他们很担心 在中秋节之后呢 可能全国会进一步在蔓延 相当我们昨天不是有提到 就是说 这五天的长假是非常非常的长 这样子的团圆饭 而且要知道 他们其实吃饭还是有共识的 对那没有那个隔板的 所以基本上很担心 因为这个中秋节过后啊 现在Delta的病毒已经是 从九月初开始已经是超过99.2% 还有Delta Plus病毒 现在呢担心就是中秋节的这个疫情呢 在中秋节过后 因为大家都人团圆 接近可能打了两例 这个打了这个针以后呢 哎还是在美国的案例就是 打了两剂针了 结果呢还是得了Delta病毒 然后最新的消息呢是 不过也是有好消息啦 就是因为疫情这么这么的严重 南韩的第一剂新冠疫苗的接种率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突破70%咯 70%因为南韩确诊再破2000例嘛 我刚好提到了 近一周的变种病毒株Delta 占99.2% 所以呢根据韩联社 在9月17号的报道呢 现在呢在全国的接种 第一剂新冠病毒的这个疫苗的人数 已经达到3600万人 等于是占韩国总人口的 70.1% 非常非常的多哦 这距离启动疫苗接种工作 大概还有过去204天 等于是南韩七成的国民 已经打了第一剂的疫苗的目标 因为太严重了嘛 现在已经真的太严重了 等于是提前了两天实现了这个目标 目前呢下一个阶段呢 他们准备要为50多岁的人 进行第二剂的接种 希望在10月起 因为现在因为年轻人的那个 刚好提到30岁的这个Delta病毒 纵标最多 现在10月起要将针对18到49岁的 这个人群进行第二剂的接种 预计他们预计哦 10月底就要完成七成国民 完成两剂接种的目标 是不是很快呢 我们来看一下数据 南韩第一剂新冠疫苗接种 这个接种率哦 突破70% 你知道吗 占人口就是人 人口是70.1% 而且呢大家看到 这个我们数状图出来一下 到底有多少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数状图可以出来一下吗 其实呢现在南韩是第一剂呢 你看到可以占到70.1% 然后呢另外就是像是在 这个德国的部分是66.3% 日本是65.2% 美国62.6% 南韩的第一剂接种率高于这些国家哦 大家看到这个数字真的是蛮厉害的 另外呢因为他们真的太严重了 另外呢南韩的第一剂的 这个新冠疫苗呢接种率呢 等于是说原本呢是超过50% 在上个月的时候 上个月21号的时候 28天哦 才28天就已经突破70% 表示他们的接种率 因为Delta病毒的关系 一直一直的在加快速度 接种第一剂的疫苗 而这比耗时54天的法国 还有75天的意大利 以及118天的英国都还要快 那我们也想看看我们台湾的 第一剂的接种到底是多少呢 大家看到了吗 有增加啦 比之前有增加啦 就是现在的第一剂的这个疫苗人口含盖率 是达到40.32% 不过还是得加加油啦 因为我们现在最近呢 莫德纳啊BNT啊都进来了 因为Delta也进来了嘛 希望大家那个那个 我们的政府能够加快角度 能够赶快追上这些国家的这个进度喔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实这次疫情的影响 对南韩来讲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怎么说呢 有好的影响也有坏的影响 大家来看一下 其实呢南韩呢 在7月的网购交易呢 已经比这个以前啊增加了多少 你知道吗 25%耶创新高 为什么呢 因为呢他们现在嘛 就是因为大家都待在家里 都不敢出去 像我的朋友庆股朋友 他们都是在家里工作 然后呢大家就是每天呢 都在买这个这个买东西 都是在网路上 所以呢整个网购 尤其是什么呢 餐饮业Uber 还有就是他们有 韩国有非常多种的 这个叫车的这个叫 外送的这个外送餐的这个APP 这个呢是增加最多的 我看一下这个移动端的 就是餐饮业服务的APP交易 而占整体97.4% 可见这个手机外卖啊 在韩国 现在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高 难怪这个7月的网购交易 这个比这个去年啊 去年啊或者是前几个月 都增加了28% 创新高的创今年新高 另外坏的是什么呢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先看一下画面 先看我们的导播的这个Q的图 疫情下呢 韩国每天已经有千家的 这个商家倒闭 店家倒闭 受到COVID-19的影响 从去年到今年 韩国平均每天都有 1000多这个店家倒闭 而且呢最惨的是 已经有至少45.3万的家 店家呢被迫关门哦 而且受到的影响 不仅商家的这个收入瑞减 你知道吗 没有办法付这个租金跟薪水之外 好一点的呢 就任赔关门 你看到画面 就是可能就是 你看到人就是 人都少少的 非常非常的惨 还有呢 严重的就是亲身的人 他们怎么说呢 他们说他们真的受不了了 经济到 在经济到平泽市的 这个经营KTV的一个老板就说啊 他们试图兼差去做外卖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支付 这个家里的这个 家里的这个一些 这个支出 然后另外呢 最后呢 他在7月2号的时候 被发现亲身在车内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心酸啊 因为要怎么讲 就是另外一个9月12号 全南利水一家炸鸡店的 老板的店主 也留下了遗书亲身 他们提到就是因为 这次的疫情都没有人上门嘛 里面写的好累 经济上太困难了 对不起爸妈这些字语 这真的让人非常非常的鼻酸 那真的是要珍惜生命啦 我们希望就是能上一下 我们如果没有上那个金语的话 请大家就是要珍惜生命 请勿其身 真的还是有希望这个疫情总是会过去的 那韩国就是现在的状况就因为疫情的关系 好网络啊外送APP好像就是都增加了 网购增加 可是就是现在店家你看看有 到现在每一家 每天有一千多家的店会倒闭 到目前已经有45.3万家倒闭成这样子了 而且他们都是觉得说哎 他们因为韩国人很重面子嘛 店家乖了 没有无言见三这个 无言见这个江东父 就父老 所以呢就会才会说我真的太困难了 对不起爸爸妈妈 他们死后甚至也不想公开消息 觉得说就是无言苟活于世 我是觉得韩国人真的这个爱面子喔 真的是有时候真的是让人觉得有点心酸 这压力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呢希望这个韩国的这个工商人 这个小工商人联合会呢 跟全国的个体户呢 现在是紧急对策的委员会 希望呢在这个月的14号记者会上 能够希望政府呢能够能定制这个策略 不要再把店家的这个逼向这个轻声的悲剧喔 能够在这个深渊真的是越来越大了 真的是蛮惨的一件事情 当然啦还有呢 这个除了疫情南韩很严重之外 现在呢我们看到 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真的是人人轻轻的 都没有人来吃饭喔 真的因为疫情实在是太严重了 我刚刚讲到他们疫苗接种率这么高 已经达到就是七成了 但是Delta病毒99点多了 一个月子一周之内就99点多 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疫情也这么严重 还有真的是双重的打击 朝鲜半岛现在怎么办啊 现在朝鲜半岛非常非常的危急 朝鲜跟韩国都双双发射飞弹导弹 南韩的疫情真的是已经让民众很担心了 现在呢苏人不苏政 朝鲜跟韩国双双发射的导弹 加剧了整个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喔 而且你知道吗 他们甚至呢怎么说呢 你看大家可以看到画面 这是南韩的导弹 另外看一下北韩的部分 北韩的画面可以出来一下下 北韩也是蛮可怕的啦 北韩就是最近在月壁市上 没有看到任何导弹 不过呢他们呢就是朝鲜呢 最近研究了什么呢 远程巡航导弹 这个远程巡航导弹 大家看到画面 这个呢就是在这个预定的轨道 飞行了这个7580秒 并击中了1500公里的目标 诶大家想说又发生什么事了 不是之前这个文晶会 在这个平朗还吃冷面吗 现在怎么会这样子呢 而且他们还做了一个火车 火车的导弹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连线一下 这个我们的韩国专家陈庆德 水晶主播也好 然后先祝各位观众 终究节快乐嘛 今天的话题比较严重一点的 对可是我觉得我也蛮开心的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水晶主播 准备了非常多的题目 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聊到 南韩的一些比如说美食啊 一些民主活动嘛 然后这次主题 我记得好像是我们第一次提 所谓北韩 节目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多 有这么 对北朝鲜 越来越国际化我觉得蛮好的 那我首先就回到那个 刚才水晶主播所问的问题 其实在终究节这附近的话 在韩半岛 其实也不太不太安静 因为刚才水晶主播有提到 北韩也发射了所谓的导弹 有没有 其实现在资讯非常乱 我稍微整理一下资料 我刚才水晶主播提到两枚导弹 有没有 然后问题是 我看到最新的消息 9月16号 然后就南韩那边又说 那个北朝鲜 有的时候北韩在15号的时候 12点3的10分跟39分 又发射两枚所谓的进程 刚才我们说远的 现在变所谓进程 所以当然 现在发射飞弹的导弹 那个是铁路的那个 刚刚我们有看到画面 他发射了一个铁路机动 火车发射导弹的画面 其实我们可以让那个 庆德兄先继续讲 然后我们那个图让大家 就是那个导播可以让我们 看一下那个导弹的画面 就是火车导弹的画面 那个进的时候可以继续讲 然后我们画面进 那个火车导弹的画面 或者是把我的画面 对 所以 OK 慢慢来 然后其实北韩一直在 发射导弹啊 然后南韩其实也 比如说我们看到资料 他刚才随机主播有提到 他有发射所谓的 潜射弹道导弹 南韩成为世界上第七个 成功测试所谓的 导弹的国家 其实现在资讯非常乱 然后其实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北韩要这么做 为什么北韩这么做 这应该是很多观众朋友会 好奇的一个题目 有没有 基本上就来说啊 如果从2021年的趋势来看 我觉得最主要两个原因 第一个 我们知道北韩基本上是一个封守国家 外人要从外面知道里面的局势 基本上是蛮难的 所以第一个 因为粮水关系 我觉得是第一个是粮水关系 第二个是所谓什么 所谓什么疫苗 所以当北韩啊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北韩有时候 常会透过一个恐怖的评论 比如说惠潮的 惠潮的小孩有弹势 有时候射一下飞档 或者是讲话比较凶一点 比如说我们看到金宇正 就是所谓的金正恩他的妹妹 最近又开始 在新闻媒体开始对那所谓的吴文贊 吴文贊英又放话 之前各位观众比较知道 大概一两年前吧 比如说炸掉什么 那个南北韩两处联络处 那也是金宇正所为 所以我觉得啊 北韩会最近有这么大的动作 第一个所谓粮食 第二个所谓疫苗 然后究竟那个在 北韩的所谓得到COVID-19 因为我们知道南韩其实非常严重 中国啊或者是 其实全世界都非常严重 但南北韩对外宣称 他们的国内真的是没有确诊者 我觉得这个 这实在是凯隆最想问你这个问题 就是他都说零确诊 我想说应该是 不是买去 应该是买了吧 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 这个其实非常有趣的事 也不是说有趣啊 除了所谓疫苗确诊者之外 刚才我们上一趟是不是提到 所谓的南韩经济的问题 没有造成南韩一些人 有所谓的轻生 当然轻生是不好的新闻 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 可是随心主播知道吗 全世界 北韩他们没有所谓的轻生人数 没有人自杀啊 我看到资料我就哇 这个国家未免也太幸福了吧 所以啊我们透过这个例子来说啊 其实那个确诊者可能 我们还有待观察 所以我觉得最近会有这么大动作啊 粮食跟所有的疫苗问题 可是不是之前文经贵 大家还开开心心的吃了 那个平壤人吗 这为什么人的前面握握手 后面给你下毒手 其实我们 其实各位观众该想一个问题啊 关于北韩没有核子武器的话 那他 关于他们没有核子武器的话 世界各国会怎么处理这个国家呢 没错嘛 所以他们那时候 比如说美国那时候 还所谓的那时候是川普嘛 没有川金会也有啊 文经会也有 其实他们一直要求就是 第一个就是什么 你的什么核子武器一定要废除 可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都所谓雷声大雨点小 好像北韩对于这个承诺 好像一直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即使他们在把门店 签了所谓的什么合约啊 我们要停账之类的 可是反正就有事没事 就突然来一发 也没有导弹 所以基本上啦 北韩这个国家对我来说 我们先不要标签化它 或者污名化它 基本上它是一个蛮神秘的国家 而且值得什么世界各国来注意 因为它真的是 资讯非常非常空出的国家 对 而且就是我觉得 现在南韩真的是 应该是蜡烛两头烧 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是刚刚提到了嘛 就是近一周以来 就是Delta病毒 已经是到99.2%了 其实当然他们接种率也很高啦 就是真的高于满70% 就是赶快第一季的接种率 非常的高 不然这可能压不下来 而且中秋节廉价之后 可能他们五天的廉价 可能因为他们都 我刚刚看了塞车画面 我觉得这可能会更严重 然后又加上这个飞弹的关系 我觉得现在是可能是蜡烛两头烧 不过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也讲到 这一次也讲到 北朝鲜的这个问题 这个前一阵子传出说 金正恩是不是消失了 有12个分身 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还有说他这个阅兵的 就是之前那个阅兵的 不是本尊 是不是有人说 北韩其实已经里面 在兵变或政变了 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图 其实好像不大一样对不对 就是这个图好像有点不大一样 而且还有大家说他变瘦了 说到我们那个北韩的统治者 曾欧巴 基本上他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非常厉害的人 就是我们最近看到 最近的10系有没有人 传出金正恩有所谓的 12个替身有没有 我真的还上去查 真的南韩还没有传出来 甚至还有说出什么 搞不好有18个 18同仑证都出来 所以我都想啊 我们有一个2010年到2018年的图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先Cue一下那个画面 你看一下 那个导播可以看一下 就是那个画面 对这个图有没有 2010到2018年的 不同的金正恩的样子 但当然有人说他去减重 又有人说他去整形 都有这么说啦 不过大家就是说到底哪一个是真的 金正恩是不是神隐在出现 分身的这个说法真的是 大家都在讲说真的是胜消成上 而且重点是他好像最近就是 减肥成功 而且甚至有人说他回春到20岁出头的感觉 肌肤非常的光滑 然后看起来整个人非常非常健康 因为之前我们看到了 之前好像都是比较胖一点的金正恩 现在呢穿起来 怎么感觉好像不大一样了 是不是有到底怎么回事啊 对啊 其实金正恩到底有没有替身 或者他是不是有减肥这种议题 基本在国际上已经传来传去 比如说我们记得好像去年 前年他不是失踪四个月 我们那时候国内的 台湾国内就觉得是金正恩被政变 或者发生一些事情 他有人说他入狱嘛 对所以我们这个 就是可能发生一些事情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可能稍微有懂稍微对北朝鲜 北韩稍微有点受那个 426的一些观众都知道 其实他们那国家的领袖死亡 那个如果过世的话 他们是以什么为主啊 以官方媒体为主 所以比如说那个金正恩他爸爸 金正日 金正日 他可能那时候过世的时候 消息逢走快要一个礼拜 才慢慢慢慢爆发嘛 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从外面来推测 金正恩是不是有发生任何事情 基本上我觉得还是 我持公安态度 可是啊 这边我提供一个想提供一个观点 给各位观众参考看看 也是我今天最近一直在想的 因为我研究北韩其实有一阵子 然后我常觉得 为什么金正恩要忽然忽胖忽瘦 或者是突然看各位观众看2013年 还有人说要整个像玄冰是不是 就那个爱的破枪有没有 Anyway 会不会差太多 玄冰的本师会骂你 前阵子很红了 所有人拿这个出来比对 没有刚好就在瑞典 瑞典瑞士求学嘛 我们记得金正恩 他也在瑞典瑞士求学没有错 所以那时候有人在比较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啊 其实搞不好金正恩 我们就不管他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觉得基本上金正恩 他不管他变瘦减肥之类的 我觉得他是必然的手段 为什么 我们知道北韩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国家 万一这个领袖的 比如说长相也好 或者什么刑机 都可以被外人轻易掌握的话 他怎么统一这国家 也就是说他要保持他的神秘性 他搞不好上个月搞不好100公斤 他可能下个月就一定要减到 比如说举例80公斤 或者他故意拍一些提升 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 当然你会说金正恩到底是 我觉得北韩是金正恩们吧 因为我们我在举个例子 比如说那时候文经卫 比如说金正恩坐的车子 他也是好几辆 人家也不晓得里面到底是不是他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猜 金正恩是不是有 12个替身或者18个替身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 我们从他统治的手法来看 他的确造成文外人 不知道到底北韩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而自然就达成他的目的 你们都不知道 今天我发生一个导弹 搞不好你们就开始要来跟我 跟我谈判一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是必然的手段 而且我听说好像就是那个 北韩还有人就是 就是模仿那个金正恩 然后就是 北韩萨在英国 对他在模仿金正恩 然后花了40万 然后说很好很有趣 这样子我想说 那个我来讲 我来讲一个不要说 讲一个我自己在书上 那个文献资料看到的 如果各位朋友 万一有机会去北韩旅行的话 第一个基本上 我们有时候去一些公关地 比如说我们去日本 可能会买一些比如说 菅义为或者以前 他们一些伟大人物的一些 比如说纪念品 在北韩没有在卖这种纪念品的 因为你不可能买到什么金正恩 金日成 这些伟大首领的纪念品 为什么领袖不能卖的 第二个他们有所谓的报纸 有没有报纸有没有 就所谓的那个劳动日报 听说当然有文献 听说那百姓看报纸的时候 你不能折到 不能折到上面的什么 领袖的照片 不然就真的真的真的 这个有文献资料 也许下次有机会啊 我们开一集那北韩特纪的话 我真的把那本书或者出处 我跟各位朋友们来说 我看来庆德兄是 不只是南韩的这个博士啊 然后北朝鲜也是非常非常的了解 当然我们希望 你不能折到就对了 不能折到他的那个图 因为通常报纸的第一页 就是所谓的金正恩 我们伟大领袖的照片嘛 你看港港折到金正恩的 领袖的照片劳改 劳改 对 好啊好啊 今天谢谢庆德兄 让我们就是分享了 这个北朝鲜里面 这个特殊的文化 那今天的这个部分就是到这边 然后我们先跟你说 中间节快乐 安妞 好 接下来呢 要请大家来轻松一下下了 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严肃的话题 这个吃的东西又来咯 要全程收看 你才能知道你今天得到什么奖品 好 我们今天要来讲什么呢 无论是朝鲜民族啊 不管是北韩啊 还是南韩啊 都很爱喝酒对不对 大家应该知道 从古至今 北韩南韩 他们都很爱喝酒 我跟大家讲一下 北韩大概是喜欢吃什么 北韩他们就是 呃就是他们就是 北韩最喜欢喝的就是啤酒 啤酒呢就是不管是年轻人啊 小朋友啊都很爱喝 啤酒是 但是啤酒并不是北韩最爱喝的 然后呢比起啤酒 北韩更爱喝烧酒 烧酒 当然我要讲一下 在我们播出的同时 18岁以下禁止喝酒 还有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部分 那就是呢 朝鲜民族 在他们南北韩还没分裂的时候 从古至今 他们就喜欢喝一些米酒啊 一些他们传统的酒 到现在呢 诶南韩更厉害啦 南韩比较先进嘛 南韩呢喝什么呢 南韩喜欢喝种类就多啦 有清酒啊烧酒啊 还有这个韩国的啤酒啊 还有就是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烧酒就是 有各种口味的 有葡萄的烧酒啊 然后水果烧酒啊 还有我最爱喝的佐酒 佐酒是什么呢 叫玛格丽酒 玛格丽酒要配什么呢 就是待会我们会抽的 海鲜煎饼 这个呢 那个玛格丽酒就是 其实有点像小米酒啦 就是有点像原味醋里面 然后甜甜的 然后后劲很强 你如果去南韩买的话 很便宜 但是在台湾买大概差三倍 它就是配那个 玛格丽酒是配海鲜煎饼 下雨天要吃什么 就是海鲜煎饼配 玛格丽酒 好 还有呢 它们还有什么呢 啤酒 药酒 哦这个药酒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下 南韩哦 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 去韩国喝什么酒 最喜欢喝什么酒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下 这个呢 这个药酒有什么 人参酒 人参酒我觉得还好 我有一次呢 去了一个财阀的那个请客 那个百岁酒啊 他说那个超贵 可是我喝下去 真的无法喝下 而且他们还会喝什么 蛇酒 我也不敢喝 真的是 然后他们还花酒 花酒不是那个花 喝花酒 就是他们有一些 就是用花来做的酒 然后呢 就是从古代一直延伸下来 所以南韩的酒类 真的是蛮多的 喝那么多酒 那你第二天 尤其是中秋节 他们一定也会 我们昨天有讲到嘛 他们既是 就是也是一定要喝酒的啊 不管什么 圣诞节日都 煎饼配酒 一定都要都要喝酒的 不管什么时候 他们天天都要喝酒 好喝酒 你怎么办呢 第二天还是要工作 还是要辛苦 廉假完还是要辛辛苦苦 要怎么办呢 除了醒酒意 超商韩国卖的醒酒意之外 他们必喝 从古至今必喝必喝 必喝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就要来介绍 解酒汤大揭秘 就是这个天天喝酒的朝鲜民族 中天年假 让你天天喝 但是可以解宿醉 这就是六款 我今天要介绍六款基本的解酒汤 让你第二天马上活过来 好解酒汤大揭秘 其实有一些我是不敢喝的 那我今天带了 也是由大直流正船 韩朝霸提供的 我先拿上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 第一个呢 是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画面 好 这个汤有点满 有看到 哎 筷子 等一下 来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辣豆芽 没有 大家看到黄豆芽 我跟你讲 韩国民族是非常喜欢吃黄豆芽的 黄豆芽在哪里最有名 泉州 就是我上次说的泉州拌饭 黄豆芽汤 而且最好是辣的 早上起来喝辣的 对 这是他们的这个习惯之一 这是其中一款 好 另外呢 我放在桌上 这是黄豆芽汤 另外一个呢 大酱汤 这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但是他们大酱汤 这个汤已经刚刚不知道被 被谁偷喝了 大酱汤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 大酱汤呢 基本上呢 它就是每天 有点像日本的密售汤 可是它基本上会加很辣很辣 然后呢 他们 如果你们有看那个鬼怪恐流 那个里面的德花 有没有 他每次呢 基本上 他每次基本上呢 喝宿醉 就叫他去喝解酒汤 那他就是把 他们就会把一碗白饭 一碗白饭 直接呢 有没有 他们早上要醒酒 就是这样子 一碗白饭 直接倒在 你们在韩剧中一定有看过 就是直接倒在里面去 然后就是这样拌着饭吃 为什么呢 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 因为饭里面有葡萄糖 可以解酒 好 这是我今天带来的 因为我们这边含 这些血肠汤 这些其实是最 他们最常吃的 好 而且要辣哦 早上起来就要吃一碗 马上包准你 就是 就是你知道 就醒来了 为什么呢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有哪一些汤 除了这两款之外 我跟大家讲一下 他们呢 最喜欢吃血汤 血汤 牛骨 血浓汤 还有辣黄豆芽汤 那黄豆芽 我刚刚有提到 就是黄豆芽 基本上呢 因为它在 它很清香 然后呢 加上说它在宿醉的时候 可以暖胃 然后呢 如果你基本上 它还可以就是加速 新陈代谢 所以你在看很多韩中 或韩剧的时候 你会发现黄豆芽 占那个 就是韩国的这个 餐饮比例是非常非常多的 尤其水晶乳锅 去韩国的时候 甚至吃过韩豆芽的餐厅 就是黄豆芽的餐厅 对不起 韩国黄豆芽的全餐餐厅 真的是蛮厉害的一个 可以这个黄豆芽呢 可以加速新陈代谢 排除你体内的 这个多余的酒精 另外一个哦 真的是 他们真的非常爱的解酒汤 叫做血肠汤 血肠汤呢 在韩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哦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呢听说它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不过呢韩国是否认啦 因为韩国每次都说什么都是他们的 那老实说好了 那这个就是有加了一些 这个是血浓汤 待会再再再CUE一下 血肠汤呢 基本上呢是用牛骨 就是内脏 猪血内肠白菜 因为白菜很重要 这个这个就是 这是轻一点点的 还有一些再浓一点点的 就会要醒快一点嘛 早上要醒快一点 他就会加辣椒跟大酱 就是我刚刚说的大酱汤 然后蒜末就很重的口味 然后先用牛骨汤熬煮之后呢 然后再放入猪血 白菜调和 熬煮24个小时 你知道吗 在首尔里面啊 有一家店啊 就是这种做这个血肠汤的 他呢做开了百年的 解酒汤历史 你就知道韩国人 多么多么爱喝醒酒汤了 也是多么多么的爱喝酒 那米饭呢 我刚刚说加入这些米饭 倒进去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说 我米饭跟他一起吃 像西饭并不是 是因为米饭的这个葡萄糖 真的能缓解胃部的这个不适 膳食纤维的这个丰富的白菜 他们白菜很重要 就像他们做 白菜在韩国很重要 除了做泡菜之外 行酒汤里面一定有加白菜 可以加速这个体内的酒精的排出 韩国呢只要喝酒呢 喝了这个汤之后呢 血肠汤的味道 汤大家可以看到 比较清淡一点点 但吃起来很舒服 很适合这个胃口不好 就是如果你喝完酒之后 胃口不好的人 就是很喜欢喝 那再来呢就是这个 我非常爱的血浓汤 我之前在韩国也是有喝酒喝醉 那没办法嘛 那就是第二天我就去明洞这边 学喝那个血浓汤 血浓汤呢基本上是由牛骨 他们喜欢用牛 牛西骨跟牛磅骨熬出来的汤 然后熬十个小时左右 那基本上呢 它就是熬到雪白了以后 这个汤飞大概历史非常非常悠久了 大概是六百多年前吧 就是韩国的皇帝跟百姓啊 他们一起去祈求丰收的时候 喝的就是这个汤 所以历史非常非常悠久 那你去明洞或者是你出去 一定会有血浓汤 不管去江南啊明洞啊江北 一定都会有血浓汤的店 那记得就是这个煮呢 就是他们呢 但我们不会自己煮啦 我们就是他们的醒酒汤 就是基本上煮到十个小时之后呢 血浓汤就是可以直接喝 也可以像我这样子泡上米饭 就是刚刚的原理是一样的 它那个牛骨汤 吸了这个白米饭之后呢 可以补充这个钙质养盐之外呢 哎你宿醉起来的胃会 因为它的汤是比较 呃比较清爽的 就是基本上是 有一点点胡椒 但是没有那么辣 那基本上呢 你来一碗这个热乎乎的牛肉汤 基本上呢 这个醒酒也是非常有帮助 再来是一个可能大家 呃每次看韩剧的时候 都会听到的明太鱼 明太鱼跟黄豆芽 其实我们会讲说 哎为什么明太鱼对韩国来讲 非常重要 明太鱼解酒汤呢 基本上是韩国人 韩国主妇 每一个人都要汇得解酒的 韩式汤品 然后也是一个非常棒的解酒汤 因为这个干的这个明太鱼 干的明太鱼里面 有解酒的成分 能够让汗水还有这个小便 散发这个酒毒 所以大家每次只要去解酒 就是我们可能台湾人不知道 可能只知道就是说 血浓汤啊 或者是大浆汤啊 可以解酒之外 哎其实呢 要跟大家讲 还有血肠汤 你看韩剧当中的话 明太鱼汤也是大家 在韩剧当中会看到说 哎为什么它可以解酒 因为这个明太鱼 干的明太鱼去煮 它其实有解酒成分 可以让汗水跟小便 可以赶快把这个酒精的 这个毒排出来 而且是非常非常好的醒酒汤 而且呢 对于他们来 就是那种喝到那种烂醉 如泥的状况呢 它这一碗汤就可以让他们 立刻回魂回来 好 再来就是我刚刚讲的大浆汤 那大浆汤我就不多说啦 大浆汤就是很像日本的密手汤 那它基本上呢 就是有大蒜啊 豆腐啊 萝卜 那因为营养丰富 那基本上它的汤头呢 因为有 就也是巴酵过的 它基本上呢 可以解宿最令人恢复体力 所以早上喝 我个人觉得 如果是我是韩国人的话 我应该会喝大浆汤 因为我个人也很喜欢喝大浆汤 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锅 这个大浆豆腐锅 就是我现在桌上这个 加了饭的大浆汤 跟韩式豆腐锅 好 韩式豆腐锅呢 也是一个很棒的 要辣的 辣的韩式豆腐锅 豆腐锅为什么可以就是解呢 解酒呢 因为呢 基本上呢 它呢 基本上也是配米饭 然后呢 豆腐还有 它还有一个功效 就是说 如果你前一天 如果喝得非常非常的难受 喝太多的话呢 基本上它的这个嫩豆腐汤 大家如果去韩国 可以出一身汗 把酒气逼出来 所以呢 这个可能在家里大家比较容易做啦 如果你喝酒的话 如果你在台湾喝酒的话 这个豆腐汤或者是 现在超市都有卖一些大浆汤的这个酱料 你做一做 其实网络上都有食谱 做一做 其实是可以解酒 这六款99解酒汤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 那这两款这个 韩式豆腐锅跟大将豆腐锅 都是由大直流真传 韩朝霸提供的 好 我们现在要来抽奖啰 抽奖了 时间到了 好 安妞来抽奖 安妞来抽奖了 非常时间请提供真实性命 还有你的联络方式 给我们的YBA 我们中天的这个解的星球的小编 给我们的你的真实手机 姓名 还有就是要到中天一楼 来领取记得出示证件 好 我们现在就来抽奖 第一个题目是 请问一下 这个题目我们要从 因为你要全程看 好 我来找一下 题目 今天送 明天不知道会不会下雨 好像会下雨 好 请问一下 这个数字 应该接近就好了 南韩从九月初开始 感染Delta病毒 接近多少 第一个回答的 接近多少 少于一百 很简单 百分之几 第一个回答的 好我们小编有在记哦 赶快Google一下 就 九十 多少 多少 对 我已经很 放水了 好有人答对对不对 好小编记起来 我们送你 好今天送 海鲜煎饼好咯 好不好 送海鲜煎饼 这是由大直游镇川 韩朝霸提供的海鲜煎饼 一份 好 第二个 因为今天讲的议题比较多 我送四份 第二个 请问一下 南韩现在 南韩现在 我们来问一下 南韩现在的接种比例 接种第一秒的比例 是多少 我们小编在记 对不对 接种比例是多少 很高很高哦 接种比例是多少 又出来了 接种比例是多少 对 很高 高于很多人 很多国家 对 接种比多少 好我们 因为有秒差的关系 现在我们 看一下 有没有人答对了 对 好 接种比例 刚刚导播真的是很放水 导播可能自己也想 想自己回答吧 好 接种比例是多少呢 很高哦 好 我们送 海鲜煎米饭 好有人答对了 好 第三个 第三题 要考考考大家 真的 来我们考北韩的好了 北韩请问 这很简单啊 这题 北韩现在传出 金正恩有几个分身 这够简单了吧 这题比较简单 我们送 蜡草年糕 这个 这一题应该很简单吧 有没有人回答了呢 蜡草年糕就是我们 昨天介绍的 那个好吃的 立刻被 摄影秒杀掉的 蜡草年糕 去世蜡草年糕 有大直刘真川 韩朝霸提供的 这题超简单的 好不好 这题是你里面最简单的 有几个分身 所以现在传出来 好 最后一题 跟我们最后的十五有关系 请问一下 我想一下题目 题目也 初题的人也是很难想的 请问一下 我刚刚讲到 哪个鱼 有结酒的成分 这够简单了吧 它可以 让汗水跟小便 散发酒毒 是很好的结酒 它又出来了 导播你太放水了 他们太容易得奖 好 我每次送 这个起司 辣草年糕 因为这个 昨天反应很热烈 对 四张 有人答对了吗 小便 好 第一个答对的人 就有这个机会 得到 起司辣草年糕 对 总共今天我大放送 四张哦 送四张哦 好 今天的题目比较硬一点点啦 如果你们就是的 答对的话呢 哎 第一个答对的呢 小编会帮你记住起来 记得就是你要到 就是那个 杰德星球的粉丝团 去跟小编留言 就说你要你的真实姓名 然后还有你的联络方式 然后到我们一楼中天电视 明天动物肉断25号 记得来我们一楼 出世纹的证件来领取 好 安妞韩国头 哎 是不是今天这一集很不一样呢 比较硬一点点 也有比较软一点点的啦 就是醒酒汤 哎 喝酒 这个中秋节嘛 大家也是要喝喝小酒 记得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18岁以下 不要喝酒 喝酒完呢 哎 自己可以做一下 简单的 我现在桌上这两款 还算是简单的 豆腐汤或者是 哎 韩式豆腐汤 或者是大姜汤 其实都可以做起来哦 好的哦 这个我们的 安妞韩国头 这礼拜六礼拜天 这两集还喜欢吗 下个礼拜六礼拜天呢 记得五点继续锁定 安妞 请不吝点赞